哈喽大家好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VP還有Discord 好在今天 2023年的4月1號魚人節 就是我們的這個 河洛工作室發表動態的一天啊 啊絕對不是魚人節 因為在死定的頁面上都有出現的 好這次要出了 預告的遊戲是古龍風雲傳 那之前玩過的這個古龍群俠傳 就是華裔國際出了 那很久以前2001年的時候出了 那那款遊戲大師也有玩過 那這次河洛竟然要出古龍的故事 我真的是有嚇到 啊這樣是古龍的 那希望這款遊戲 啊我那麼失望 發行日期是在今年的12月 那我們希望 希望可以到時候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作品出現 李循環 古龍的作品可能大家比較少人知道 像比較有名就是 小蕾飛刀李循環 這他大力圖的部分 我覺得大力圖這樣做我覺得比較好 有點像那個金弓群俠傳的概念 3D版的也蠻像的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天外飛仙夜孤城 然後西門缺雪 然後陸小鳳 寧溪益智 然後絕大酸膠的那個 蔣小瑜 蔣無缺 蔣無缺 然後 其實古龍的比較不熟啦 還有什麼 呃 可以透過這個古龍風女錄 讓大家都了解古龍的小說 在以前我爸的年代 他們那個時候說 比較常看的是古龍的小說 那個時候跟古龍的 那時候古龍拍的 方拍的電影好像蠻多的 那我們在史丁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場景圖 然後 跟這個 這不知道是哪個地方 場景目前看的還還算不錯 現在發佈商店頁面 檢視全部 好 不是騙人的 絕對不是騙人的 關注我微博的古龍風雲露 那這個遊戲是 看一下 這是誰 這應該 喔 一開始是 在FB上面有公告那個 燕大俠的寶藏 人藝莊 這個是 這個是哪個古龍的哪一個小說啊 這我就不知道了 完全不熟 超級不熟的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很多人物的圖像 沈浪啊 小魚兒 朱七七 阿飛 啊對他還有阿飛 阿飛超強的 我覺得帶來那個 小魚兒飛到裡面啊 搶的角色真的超級多 他們還有一個兵器譜排行嗎 兵器譜排行 然後 然後 有些書櫻 書櫻 書櫻是那個 主要雙腳裡面的 好 然後目前看那個 額 額 圖檔啊 動作作畫也算不錯 不知道這個配備不知道高不高 看起來是蠻高的 然後主角不知道是誰 主角應該也是自創人物啦 那系統配備我們可以看到 如下 嗯 第九代的 intel的 CPU i3就可以了 nmd的 lisense3 就還可以 然後30GB 顯卡是1060 現在顯卡至少都要1060 然後最好的配備是 RTX2060 然後md也是RX5600XT 然後至少要 哇這還用到i7哦 8代i7 K系列 好 不過應該最低系列就可以玩了 所以應該 就是畫質不會很好 我是蠻期待的 我覺得我很期待這次古龍的遊戲 因為我其實也蠻喜歡古龍的遊戲 我其實比較喜歡古龍的故事 我自己比較喜歡 我覺得他人物刻畫都 比較 比較 讓人家印象深刻一點 我很喜歡李徐環 蠻喜歡李徐環這個角色 他真的 是我目前看到的武俠小說裡面 最 我覺得他身世真的蠻可憐的 就是我覺得不管是身世 但是他 他對人家的態度 然後他自己 承受很多很多 情緒 我蠻喜歡他 只是他 他 有病在身 然後又喜歡喝酒 好啦 那我們 就期待一下這個 古龍風雲路在今年12月到底能不能玩到呢 好啦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V 還有記住過 感謝各位 請你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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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